毛豆和虾球的这个做法 如果你还没吃过 一定要去试一下 边吃虾球边说毛豆 这个味道只有在武汉大排档才能吃到 首先再加做虾球 尽量自己处理 先加新鲜的火虾刷洗干净 再揪掉虾头 抽出虾线 这样既保留到虾肉 紧致Q弹的口感 还更干净更卫生 然后锅中烧水 加平时三倍的盐 再淋一点食用油 水开倒入毛豆 煮个三五分钟 煮到轻轻一捏 就能挤出毛豆米 捞起来过一下冷水 在锅中菜籽用烧热 倒入虾球 用高油温将虾球快速炒至变色 炒到虾色变红 加姜蒜小米辣 再一起翻炒低五 调味就是小飞哥的麻辣虾球调料 一斤虾球放一袋就够 三袋也只要九块九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需要化 一起跟虾球随便翻炒几下 炒出香味后 倒入半碗啤酒 盖上盖用中火先蒙个两三分钟 这时候再将毛豆下锅 继续蒙两分钟 让毛豆和虾球的香味彻底融合 最后再开大火 稍微收一收汁就出锅 毛豆脆嫩入味 虾球麻辣可有弹 喜欢吃转一口的赶紧试试吧